好 看到這樣的災情真的知道這次的風雨真的不小 不過碰上了選舉年地方首長也都不敢大意 新北市長朱立倫早上9點就已經坐鎮在災害應變中心 台北市長郝龍斌昨天晚上更是直接就睡在市府的辦公室 新北市長朱立倫一早9點就已經坐鎮災害應變中心 聽取各局處的最新災情匯報 通通能夠搶通 搶修 完成 然後減少民眾的不便 這個是我們要一起特別注意的 嘴上不斷提醒要把民眾放在第一位 新北市面對颱風可說是小心翼翼 前一天更是一早8點半就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 每隔幾小時就開一次重大匯報 希望在今天下午之後 不但是能夠讓次序回復正常 也希望市容的部分盡快的整理 我原則上都會在坐鎮在這邊 朱立倫行程全取消 就是盯著颱風動向 台北市也是嚴陣以待 狂發二十幾封簡訊 隨時更新訊息 市長郝龍斌颱風夜更直接睡在市府辦公室 昨天到一點多 這一次的風力絕對超過我們放假的標準 所以放假是應該的 災情小我覺得是天有台北 雙北繃緊神經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重大災情 有民眾認為像是賺到一天颱風假 畢竟選戰逼近 地方首長寧可反應過度也不能反應不及 讓颱風後座力傷了選情 有電 TV 王世凱 朱祺鱼綜合報導 合照 GOT 龍斌 合照 男女